大家好,我是驅鬼世界的導演 Andy 這次很開心和Eric在創家座比賽中合作 我們收到Eric首歌的時候 和編劇的兄弟們去聊的時候已經很快得到共識 今天來到第15天 同事們都很辛苦地工作 不如我們看看他們現在做成人吧 大家做成怎樣 導演,進度好啊 我們改了就是加一條魚 加一條魚,為什麼加一條魚 這個好啊,香港特色不錯 就加吧 一魚就加吧 好,辛苦了 謝謝,努力 好 叫不叫會東豪嗎 叫不叫會東豪嗎 菜豪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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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吧 我突然想起一些東西 用功夫電玩竹櫃 電玩竹櫃 電玩竹櫃 好嗎 好嗎 來吧 鍾葵做主角 拿刀的鍾葵怎樣 日本刀 好嗎 跟歌手聊的時候 他覺得有挑戰性 覺得挺好玩 我們就一路聊的時候 Eric還特意給了一個想法 就發覺 差一首慢歌 這套微電影入面那首慢歌 其實主要大概是說 那個內心之間 就算無論主角有多強大都好 但他都保護不到他最喜歡 最深愛的人 在後期方面有一些挺困難的程序 但我的兄弟很好 他們想了一個新的方法 導演的storyboard交給你的時候 百分鐘的片 百多次的視線 真的又緊張又興奮 這麼短的時間內 怎樣做百多次的視線 我們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我們可以讓演員 有一個real time 看到自己身處什麼環境 這條片是非常值得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音樂也是原創的 然後劇本也是原創的 演員都是創意大爆發 這套微電影就是 集遊戲 觸鬼 音樂於一身的一套微電影 後期有很多crazy的 一些effect 各種特技 還有武打 所以你說這麼有誠意的微電影 你怎麼可以錯過 一起看吧 音樂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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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發展 能不能發展 感覺於是